6月25日周二我们做一个A股的盘前分析 昨天指数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 中位数的个股的跌幅达到了4% 也就是说平均的跌幅了 下跌之惨烈 应该说指数走到这个地方来 上阵指数见到3174点以来 出现了这样型的下跌 二十多天了 中间一个像样的反弹都没有 这是很少见的 而且中间也是个别的板块 半导体最近表现得还勉强 但是一会儿我还要重点说半导体板块 所以说这是很少见 它是一种非力性的下跌 这一点要记住 另外我们看昨天晚上的消息面也是 对这个本身 股市本身没有什么消息 可以说 但是如果有消息 停留在一些科技板块有一些利好 而且层次还很高 这是一个 再有就是说像车路云等等这个概念板块也有利好 其他的我就基本没有 那么对今天影响应该说不大 我们来看看走势 这种走势怎么才能止跌 但是这地方一定要等资金的进场信号 也就是现在它的60分钟的动画还在 最好是形成一个60分钟的低点结构 但是一定也有力度的阳线 没有力度没有资金进场的情况 一个一行半点的小阴小阳线什么的力度不太强的这个地方要 谨慎抄底啊 容易受伤 我们来看板块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的走势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科技板块都是在半导体当中 就是说但是它是一个代表 它是代表了一部分科技板块 是不是 其他的科技板块一会我们也会看一看 早盘呢实际实际实在是有利空的 昨天早盘 冲高回来 早盘还算上涨了 低开之后上涨了 这是说明资金进的挺多的啊 但是好景不长出现了单边下跌 昨天堆了2.93 应该说这个跌幅还是蛮大的啊 如果从这个日线的K线组合上看 大家就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个天要下雨的K线组合 是一个看空类的K线组合 它现在的问题呢 好在就是还得在这个的低点的上方 如果这个低点跌破呢 那就是出了一个比较大的 看是走弱的这样的技巧啊 半导体呢我们应该这么说 我们给它切换成30分钟图啊 应该说呢 它这个出现了一个下跌之后 然后再一个反弹再一个下跌 这个低点呢 在这个低点的下方 应该是出现了一个倒N字的一个下跌结果 这是一个标准的结构性的迈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次高的迈点 在这个地方经过连续上涨之后 从5月27号上涨 应该进入到或者是直接走弱了 我们说这个地方有背离的减仓信号 这个地方有高点不过的减仓信号 昨天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结构性的减仓信号 应该是一个减仓的信号 它的最好的一种走势呢 这个地方变成宽幅震荡 然后再创新高 我判断呢这种概率就是向下调的概率 也不是没有 所以说看先给它减掉 然后再说 区间震荡结束之后 如果结束了从事升势 那么这个板块再说 没有结束 那我们就等一等看一看 我对半导体的看法是这样的 如果说大周期走势上看呢 它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上升趋势 应该说呢 有了一定转强的信号 这地方有成效量 这是我对半导体板块的看法 我们再看看应工智能 应工智能经过连续调整之后呢 那这地方肯定不是 你看昨天它跌穿了20日均线 那所以说二线下的东西 我们就要谨慎了 什么时候出现直接的信号 什么时候再说 像通讯也是这样的 你看它出现了回落 回落呢 它是回落的幅度是有限的 它能不能稳住 实际有些算力呢 在这里面占的权重比例挺大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调整还是相对温柔 它毕竟是是吧 毕竟还是在多头市场的 你像这游戏呀 什么什么传媒呀 这样心低不断的 那就就观望就行了 像机器人啊 什么工业母机 这是标准的科技相关的板块 但是也是心低不断 而且这个阴线的实体很大 筑底呢 没有任何稳住的迹象 那我们就等着就完了 像原计算呢 大数据呀 尤其这个大数据出新低了 那就等一等 多数的品种都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几个主板方向的 银行昨天应该说 它应该说有护盘的动作 在这个地方大概率是一个 横盘震荡整理是吧 你不能说它从事升势吧 再有就是这个证券 证券呢 必须要承认的是 它的走势是烧强的 昨天的上阵五零是烧强的 它毕竟还没有出新低 这地方做个双底的可能性也有啊 看它今天能不能出现反升 总而言之 这地方必须出现有力度的 有力度的上涨才可以 有色金属 新低不断 但有色金属 我判断是一个一二 这就是三浪调整 三浪调整之后 未来连接的可能连接着一个四浪反弹 我判断有色金属是大周期的转强 这地方是一个大二浪的调整 煤炭呢也进入到空投市场了 要进入到防守状态了 电力呢 昨天是有移动个股的 有些电力 电力现在内部也 它也是有分化的 昨天并不是完全像 这同样是热电的 有的涨的不错 有的还跌的够像 所以说这个 这个东西什么都说明不了 现在只能说它是一个多头的回落整理 这种整理还没有结束 什么时候结束 那我们也不知道只能看只能做跟随 在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房地产和白酒啊 这两个方向 房地产昨天的跌幅也是相当大 具体这个低点紧一不只要 如果把这个低点打穿 那么说明这地方的主力资金进去这 这些资金它就干嘛去了 就不好解释了 是吧 反正只能看 白酒的走势呢 收了一个阳线 收了一个低开高走的阳线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止跌类的根线 但是今天明天这个东西要确认 确认之后才能说它可能建了一个小底 还不能说阶段性的大底啊 今天的板块分析呢 我们就到这儿啊 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牌 我们一起来看牌 我们一起来看牌